賴文長 賴文長 部長你好 這個我想今天大家最關心的還是 這個你提到的最近提到的這個特種貨物及什麼服務 勞務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簡稱特種銷售稅 簡稱奢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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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這個 這個大家聽得比較懂 所以當然兩大部分 一大部分是房地產 一大部分是非房地產 剛才你大概回答林委員也談了蠻多東西 這個案子 請問你外界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個人的看法 我的感覺 是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很多人支持 但是現在有一些聲音出來 我先講我是大力支持 但是我們來討論一些細節 細節的部分來講的話 比如說 外界也在講說 要不要有豁免條款 比如說他在住台北 他在台南買了一棟房子 因為工作上的需要 結果在兩年內 他因為被file掉 所以房子一定要賣掉 這種情況他不是炒作啊 你要克他 就是這樣子比較冤枉 情況你怎麼辦 這一點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可以放心啦 我們基本上講起來 在現行的土地稅法 或是銀行法 等於很多排外狀況 剛才所講的 我們土地政治稅 有一生一物的概念 那這個就是 台北的房子有嘛 但是因為在台南 比如說南部 我工作我又買一戶嘛 這個 對他賣掉那邊的 還是保留這邊的 那邊賣掉 那這樣要不要克 這個以我們目前的 這樣一個規範是不要的 不要 為什麼不要 因為剛才所講 確保他一生一物 這個自用住宅的權益 他已經兩戶啦 我在台北一戶 在台南一戶啊 他是兩戶自用住宅 賣掉那邊 還是保留在這邊 對啊 那邊要不要克收子稅 那就是以目前 我們是處於豁免的 這個條件 怎麼樣豁免 要講清楚 我們依據土徵稅 一生一物 土地稅法34條 相關的規定 這一類的先 部長 這個不是一生一物喔 我一生物是台北啊 我在台南 因為工作需要 買了一戶 因為兩年內被犯了掉 一定要賣掉 這個不是一生一物啊 沒有我們就是說 這個是你要 你已經訂出來 裡面裡面有啊 叫做什麼 非自願的要賣 合理常態非自願 合理常態非自願 這個參照的邏輯 就是參照一生一物的這個原則 參照一生一物 參照土地稅法 繼承的 公共設施用地的 或是法院拍賣的 這幾個基本的這個規範之下 列了幾個豁免的條款 這是 這漏漏洞齁 你外面也不一定聽得到 是是 你要講很簡單的外界聽得懂 就是說 這種情況 因為是屬於 非自願的 對啦 不是刻意去炒作的 對沒有錯 要這樣就聽得到啦 委員講得比較清楚 這樣比較簡單啦 對不對 我們這樣講的比較沒有學問 但是大家聽懂 你那個太有學問 不一定聽懂 我這樣講對吧 對 所以我們才講說 合理常態非自願 阿就可以 阿什麼叫合理 什麼叫常態 什麼叫非自願 阿誇令阿 現行法律的規定 把它列出來了 部長 這個就要很小心啦 你的利益很好 可以講得很清楚 可是我就怕 財政部底下的關聯 全力就過大喔 不會啦 這裡面 什麼叫合理 你看合理 他看不合理阿 我們這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常態合理 非自願 這樣這個東西 以現行的法條都有了 就剛剛所講的 土地稅法 二十八條 相關的規定 大概都有了 或者是 這是第一個啦 所以那種情況 安心 安心 應該是安心 第二個 有賺有賠 不管賺賠 通通要 對吧 基本上講講 我們這是銷售稅 是交易稅 銷售稅 所以不管你賺不賺錢 沒有錯 沒有錯 這清楚了齁 第三個齁 你預期 這樣下來 房價會跌嗎 我這個 剛才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目的就是 對特定地區 目的當然希望 特定地區要跌 對沒有錯 沒錯嘛 因為特定 請問你部長 台北市特別台北市 或者是新北市 北部地區 特定地區 房價已經泡沫了 你同意嗎 泡沫應該還不至於快了啦 因為它長得比較太快了一點了 長得不正常就是泡沫嗎 對 你講快了 我都認為已經泡沫了 因為講泡沫 假設變成NPL 變成壞賬了 那個才叫泡 那是破滅啦 破滅啦 那個是bubble 現在是bubble 越來越大 比較危險 但是還沒有破啦 還沒有破 破就變成那個不良資產 就麻煩了 這個齁 我們當然期待 這個下來之後 那些地方 合理的回來 回來到說齁 跟著經濟成長 房價漲 我們絕對接受 因為資產 老百姓錢多一點 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是正常上來 對不對 那你中間去炒作 當然交稅嘛 所以這部分 我覺得是把它講清楚 可是 我們看香港齁 香港這個一樣 我們是follow香港的 follow新加坡的 香港它的量 極收了50% 它價沒有跌 價而跌相對來講 就平均數來看 我想任何國家的房地 它都是漲的啦 只是漲是一下漲一下跌 這就不對了 慢慢的漲這是合理的 隨著經濟的成長 逐步逐步穩定的成長 這是我們所期待的 所以你認為 我們平均也不會太跌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對對對 但是有些地方 長得不像話的 會下來 對應該是這樣才是合理 會下來 這才是合理啊 一定這樣子 這個就是你的目標吧 最近我看一些報導 有些地區已經就是 稍微回跌了一部分 你心裡有沒有稍微 很舒暢一點 基本上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嘛 所以比較高興一點 也不會說還委員來支持 所以 所以什麼意思 所以這案子一定要推過啊 一定要過啊 一定要 你的決心多大 非常大 非常大 怎麼大 心容一下吧 你決心什麼 就是說希望委員給我們支持啊 加速這個案子的推動 這樣也聽不到 不過算了 不要讓你講什麼話出來啦 還是 事才必行 一定要推過 是是是 我們才會一起努力 幫你推過 謝謝謝謝 一定讓這個過 但是呢 外界就講啊 過了以後會打什麼折啊 所以你的容忍度到哪裡 我讓你過 會打折到哪裡 因為基本沒有什麼打折 我們今天這個草原的內容 大概 大致上也 也透過各種 兩年確定不會減少 也不會增加 這個兩年應該是 我們一個 你不要我們支持你 到時候你跑掉囉 不會啦 不會啦 兩年一定不會改 基本上我們為什麼 稅率不會改 稅率因為 十跟十五 十五 對對 你守住嗎 請問你守住嗎 這個委員支持 你多硬啦 你多硬 非常的硬 你不要我肯你支持 十五趴到時候 你再跟你講十二趴 好啦好啦 十二趴 這個還是要委員支持 講好喔 是是是 講好十五趴不能跑 那有名是參財 新加坡跟香港的嘛 十五趴不能跑 十趴不能跑 兩年不能跑 還要不要增加 也不能落日 也不能 要不要增加 增加的話也可能 這個說真的 這個有時候 打這個太重了 也不太好 也不需要增加啦 不需要啦 也不需要增加 好我們就講這樣 十五趴沒有折扣的 是是是 兩年沒有折扣的 也不要過度的增加 是 講清楚 原則上這個案子 就按照這個 沒有豁免條款 有豁免 就是剛才說講 沒有落日 沒有落日 不需要啦 我加一個啦 什麼時候落日 等到按 房地產按十下課稅 就落日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吧 我提個案子 你們都沒有研究 沒有各位回應 我們提個案子 五千萬以上 實價課稅 其實做得到的啦 部長 現在你跟我們講 兩萬戶 你絕對做得到 實價課稅 因為課交易稅啊 對不對 五千萬以上 為什麼你掌握得到 我就不懂 這個當然 這個當然 我們跟委託的報告 就是說大家 一直認為說 我們財政部 不願這麼做 實際上不是 為什麼我們 是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的土地制度 非常特別 平均地權條例之下 一地三價 這個 來來來 我跟你講喔 我特別查了 我今天查了很多 因為你來跟我講 查了講到這個 我以為憲法規定 憲法沒有規定 有啦 平均地權條例 那是法 那不是憲法 那可以改變的 可以改變的 他也沒有講 那個平均地權 第143條 也沒有講 一定非得 不可以課 什麼實價課稅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樣講 你不能推喔 他只是講說 我們要漲價歸公 這裡也分兩部分 對不對 地價稅的問題 還有 用公告地價 土增稅 用公告限值 他只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分開了 這是法律可以改的 沒有 所以你既然可以 用實價來課 奢侈稅 我就更加的 我們更加有信心說 可以來下一個階段 你要落日條款 那就是等到 什麼時候 實價課稅 因為這個就是 資本利的稅 今天的房價 今天的房價 之所以部分這樣飆高 就是因為我們這樣子的 一個房 制度的問題 制度幾十年來下來 制度問題其實我不怕你炒高 漲價歸公 如果你賺多少 課稅 那入所得稅 沒有話講 沒有話講 現在因為 你的公告限值 一年內可能不調整 然後就叫炒炒炒 然後你們又容忍 又接受 房地產買賣 一棟房子買賣 他土地的契約是一個 房子契約是另外一個 所以你就七三開 八二開 大部分的通通做交代 土地 結果 稅是零了 你就會造成目前這個 老百姓非常憤怒的地方 所以福底抽薪 我是看 我在這裡公共場合這樣負責任的 假如 這樣的制度下去以後 那些部分標的不像化的 已經泡沫的 一些的房價還不跌的話 再下來 就是實價課稅 我覺得就是實價課稅這一招 實價課稅他還繼續漲 股場啊 政府稅收更多了 很好啊 沒有都不好 對不對 漲價歸功 國父的民生主義 建國一百多年 落實國父的民生主義 漲價歸功 就是這裡 部長 你已經走在歷史改革路上 沒有還委員支持 這個過的話 很了不起喔 真的喔 你敢在這個時候刻這種東西 端出來 有些人說 唉唷 李宿德真是假的 真的假的 看不出來 這麼有魄力 李宿德噴了這麼有魄力 嚴嚴有魄力 謝謝委員支持 其實不簡單 加油了 好不好 謝謝謝謝委員支持 最後一個 那個 台灣金控要併 國華人壽確定了是不是 我這一點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來講 就是我們公股權益的角度 確定了沒有 因為台灣金控 資本不夠600億 抓一個 壽險來進來 國華人壽 他們公會很有意見 那你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今天政府 為什麼要這樣一個思考 今天假定國華人壽 有別的民營機構去併購的話 政府要撥給他 五六百億 六七百億 這個錢給了民間 比較好 還是交給我們公股事業機構 來管理比較好 這一點的考慮之下 我們認為由公股事業機構 尤其是台灣金控 來併這個 國華人壽 應該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其他什麼 他們公務員的資格 那個可以解決 那個都是技術問題 好技術問題 什麼時候確定 已經確定了嗎 應該是最近會大概比較 政策 一個禮拜內是確定的差不多 因為有些行政程序不在我這邊 所以我沒辦法確定 好就確定了 方向是這樣應該沒有錯 好謝謝 謝謝謝謝委員 謝謝賴委員